今天想先聊聊大陆的经济问题 现在有一个新闻 就是没有行事是登堡去土债 你觉得这是突然什么问题出来呢? 土债就是追债 追债欠人债就是要追钱 你想我带出什么呢? 用登堡啊 登堡是否可以追债呢? 登堡追债其实几十年前都有的不是没有的 但是近年就少见了一点 其实你的目的都是把这件事浪费了 你等欠你钱的上下报纸落他面的意思 但实际上如果你已经去到这样的地步 就是追不回了 追不回你发誓的意思 就是我看没什么作用了 就是对这件事没什么帮助了 除非有些东西你必须去登堡 譬如你可能是通常那些欠遗产那些 或者是有件事有失物 你要登报证明过是可能一段时间内没有人认领 可能是这些东西 你当然不是因为你追债的登堡有什么用的 通常追债是找大耳窿的 所以我想它主要不是解决这件事 就是都明白到根本那些债是追不回的 追不回就用这种方法去落人面去浪费别人的意思 是不是那些步骤是不是都是想做给中央看的 我是有做事的 但是追不到钱回来的 这个都多余了 做给中央看 你以为中央傻吗 全国那么多亿资的那些镜头 他什么都知道 他需要你做给他看 就是这些是做给一些没有镜头监控的人看的 你有镜头监控着你的 他什么都知道 你以为他不知道 现在很糟糕他知道的 不过问题是他知道没办法 你这么多债 这么多人不还钱 他搞了几个单 除非他给你吐了他 他不是给你吐了他 他根本没办法处理 现在我看到其实不是武汉 之前有什么贵州 甚至昆明都有些问题 就是那些债根本都是没办法去解决 现在是不是 或者是从中央放软手脚 不管这些东西 如果不管会造成什么的影响呢 债是什么呢 债是你借1元做10元的那些 就是香港人当然没那么弥谱 七成案件都是借1元的 每次借1元做10元 但是就是你好境 那个资产在确张的时候就没问题了 这个是一个旁资游戏 如果你那个逆境一转 那些东西缩水的时候 其实这些债是没人说还的 大家都很清楚的 如果借得借给你去投资那些 通常银行它都会打一条数 有一些企业是根本都不是做的 或者根本是那个投资是会失利的 它预了你会有所谓违约 就是资产资金钱 然后银行要撥备 最终要撇账 其实任何做这些借贷活动的 它都会计算的了 通常是精算施计的 就是计算好衡量的风险 比如你借1千单 借1万单 死1单 死2单 它就因到那个风险有多高 然后将那个风险打到拾口上 通常是这样去计算的 就是你借钱做生意 没有说包赚的 一定有些生意是做不到执的 但是如果它的规模大得这么紧要的时候 就是当初大家都计算错了 或者大家根本都没有计算 黑眼瞒借 那这些其实就没办法的 活该死了可以这么说 就是你在银行的角度是说 如果你是有借不是有借 那当然一浪捆过来 那当然银行自身都难捕了 但是如果你说政府夹你去借 那政府推你去死 那你也没办法的 谁叫你在这里做生意 那如果你说一般人来说 其实很少直接去借钱给这些活动的 但是其实你放钱在银行 变相也是借钱出去 你透过银行借给这些人而已 那所以你很多人就我想是 创估计那个风险 低估了就是 就是银行借钱给这些活动 就是主要是地产 或者一些高杠杆的一些活动 你低估了这种借贷的风险 也都可能很多人不想起 其实银行是左手来右手去的 就是其实你全市银行 其实就是借钱给银行再借给他们 就是银行是做个中间人的意思 那如果你最终的损失 一定是这些人帮回的了 就是你还到债贷 就是银行收不到钱 银行收不到钱 因为银行都是有限公司的 很简单的 它关了门把窗户就收拾了 收拾了它 那你就存款 就是存户那些存款不见了 那就是其实你都是一般的百姓去填银 其实那个银行一定有人填的 只是哪个是政府跟你填银的 你十几亿人一起填银行 是不是? 而且现在都是说到那些 大佬都是用这些百姓的钱去还债 那这个是怎样的操作方法呢? 刚才我这么说 就是你的债权人如果追不到债 或者政府洗横手逼你不能追 夹你不要追 那或者你追追一下 或者已经烂了帐了 你追数无门 那其实你债权人都是一般人而已 是不是? 你那些钱哪里来的? 就是通常借钱就不会 就像我刚才说的不会个人去借的 你一个人直接借的朋友才会做的 如果你三不适七你不会借给别人的 但是你会放在金融机构上放在银行上的 就是一线那些银行 如果二三线那些就做财务公司 好听这些就是说难听这些就是大底洞 那其实你都是这些人的钱而已 那如果你去到现在这样的地步 就是那个烂涨的时候太大规模了 那没办法的了 那你一定是这些人的钱 就是也是一个历史上常见的现象 那些教训 就是比如说银行有一个息口给你 那你贪息口就放下去 那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有个风险在那里 但是他不幸运就是因为他没有选择 是不是? 十几亿人的钱困在大陆就走不了出来 风险给你走 那你变成就算银行不是开得很高息都好 他都可能是有高风险 你可能以为放下去很安全 或者你不放在银行也没什么地方放 你现在在说他都说数码币 数码币你没有理由一九九人民币放在家里 就是你不是的话你一定有银行的户口 大部分都是这样做的了 那如果银行出事的话都是大问题 暂时是看它就应该不会被银行那么容易出事 但是你看到如果那些企业还不到 甚至连地方政府都还不到 那你的银行都冻了水的了 你看一下地产商已经不行了 然后有很多企业已经关了门了 然后政府又不行了 整个国家很多东西都不行了 那银行怎么会独善其身自己不行呢? 是吗? 是 那另一方面呢 都看到呢 大佬这个 齐俊宝呢 都要在香港发行 三百亿的人民币的国债了 那这个是不是另一个方法 在香港拿钱呢? 那他发债也是拿钱啊 那他现在很明显是缺钱啊 那就离香港法了 就是你看他怎么看呢 你如果一个这样的国家 频频违约 是吧? 就是美国人都罵违约 但是人家最问什么都没事了 是吧? 那你现在就是 就是你国家层面都可能 可能好像看着没有东西 但是去到地方政府已经捱不行了 是吧? 去到私企那些很多不行了 就是如果这样你借给他的 你要印啊 就是这个世界没有说 没有说发不了债 也没有说不肯借的 是吧? 比如阿根廷那些 唯有那么多次去洋发到债 问题是多少厘息口而已 如果你给了十厘八厘的 那么吸引的 那当然会好些 如果你说 似着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发债我给你两厘 那我想不想啊? 就是无谓 就是说真的 你现在周街 你拍美金存款 我都说五厘以上 如果你做到的话 就是他不 以中国这个大名的风险日价 你不再多两三厘下去 我想 绝对想不过 你尽管看看他开不开了八厘给你 他开了八厘给你 他开了八厘给你 你就试试做